首富爸妈来到孤儿院的那天 我在院子里跳起了芭蕾 他们红着眼睛问我 孩子,这支舞是谁交给你的 我眨眨眼,一派天真,不记得了 只要我一想妈妈,我就会跳这个舞 我成功被首富爸妈接回家 真想看看真千金气得发疯的模样 毕竟,富豪爸妈是他的 这支舞也是他跳给我看的 我重生了,重生在首富 接走亲生女儿的前一天 霸凌我多年的真千金 沈姿坐在椅子上,指挥狗腿子们 砸断我的腿,就凭你也配合 我抢舞蹈比赛的名额 这就打断你的狗腿,看看这条断腿的野狗 有什么资格跟我争 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紧紧蜷缩在墙角,哭着求饶 别打了,我把参加比赛的机会让给你 求你饶了我 沈姿有些意外 本以为还得费一番功夫才能达成目标 没想到我一下子就松口了 不过她并不在意,朝我催了一口唾沫 早点退出也是好事,你又笨又蠢 就算到了省城比赛,也拿不到好名次 哈哈,等我获了奖 身价肯定能往上涨 到时候会有有钱人来收养我 我早晚能过上好日子 沈姿洋洋得意 在狗腿子的簇拥下大笑着离开 我扶着墙壁慢慢站起来 看了看腿上的血迹 嘴角扬起嘲讽的弧度 明天去省城比赛的机会 是我故意让给沈姿的 她若待在孤儿院,一五清城 哪里轮得到我被首富爸妈接走 重活一时,我才知道 有的人生来就是被上天眷顾的 沈姿漂亮有灵气 就连绅士也是首富家走丢的大小姐 明明生长在孤儿院 院长却把她当作宝贝一样样 吃穿用度无意不是最好 她已经活得那么好了 却不满生活的平淡 把目光锁定到我身上 靠霸凌我来获得乐子 孤儿院的孩子最势力 见沈姿有实力 便一拥而上做了她的小跟班 直到被首富接走 沈姿始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相反她一生顺遂 凭借家世和美貌 一路走上人生巅峰 而我由于知道沈姿的黑历史 她放心不下 特地派来一群小混混将我侵犯致死 在剧烈的疼痛中 我不甘地闭上眼睛 用最后一口气 祈求上天给我报仇的机会 上天垂帘 我真的重生了 这一次 我要夺走沈姿的一切 第二天早上 沈姿兴奋地跳上去省城的大巴车 眼里写满了对未来的西记 大巴缓缓驶出孤儿院 与一辆低调奢华的豪车擦肩而过 院长先是一愣 随即狂喜 堆满谄媚的笑脸 向首富夫妻伸手 沈先生 沈夫人 您怎么没打声招呼就来了 我好提前派人去接你们 首富并不搭理院长 只是让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出来 院长呵斥我们 你们赶快去收拾收拾 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见人 谁敢坏事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我的腿被打伤 走不快 院长狠狠推丧我 小畜生 赶紧滚回你房间 首富面前丢人现眼 我唯唯诺诺 转身回房 换上一身最破旧的衣服 却没有安分待在屋里 而是站在院子里 跳起了芭蕾舞 我依稀记得 前世沈姿之所以被首富夫妻认出身份 就是因为他凭借童年记忆 跳出了沈夫人独创的一段芭蕾舞 这一事 也该换我登堂入室了 腿伤钻心地疼 想也不想就知道 绝对是血肉模糊 我却浑然不觉 忘情地旋转 跳跃 再疼再痛 也比不过前世生死之痛 为了复仇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是芝芝吗 一窗之隔 首富夫人捂住嘴巴 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 首富也认得这段舞蹈 立刻冲出房间 语气急切 孩子 这支舞是谁交给你的 我胆怯地看了一眼院长 院长的脸色铁青 首富看出来不对劲 温柔抚摸我的发丝 说吧 不要怕 我们会保护你 于是我眨眨眼 一派天真 不记得了 只要我一想妈妈 我就会跳这个舞 首富夫人失声痛哭 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情绪 拥我入怀 你还记得妈妈吗 你小时候我经常给你 跳这支舞看 一眨眼你就长那么大了 对不起 首富红了眼眶 并没有失态 唯独攥紧的拳头 暴露了心中的不平静 她注视我身上破旧的衣服 和腿上的绷带 声音沙哑 贵院就是这样照我女儿的 院长依然在狡辩 沈先生 您肯定认错人了 我们是大年初一捡到这孩子的 她就叫初一 不叫芝芝 再说了 我们捡到初一时 她又臭又破 连话都不会说 怎么可能是恋爱呢 至于腿上的伤疤 谁知道她是怎么搞出来的 小孩子磕伤 摔伤是常有的事 与我无关啊 饶是首富涵养再好 也忍不住动手了 你当我是瞎子 摔伤和打伤分不出来 院长鼻青脸肿 躺在地上直叫唤 首富夫妻没留分好情面 直接报警 警察把她以虐待儿童的罪名 带走了 至于沈姿的狗腿子们 瑟瑟发抖 不敢说话 首富夫人擦干眼泪 心疼地为我上药 孩子 你受苦了 跟我们回家吧 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 我扬起脸蛋 装作苦恼的模样 真的吗 可 我若不是你们的女儿怎么办 怎么会呢 你一定是我女儿 我有预感 首富夫人信誓旦旦 有了这句保证 我放下心 其实以后东窗事发 也是他们认错了女儿 而不是我认错了父母 横竖怪不到我头上 这样想着 我在首富夫人怀里 安然睡去 临走前 首富夫妻把欺负过我的人 全部送进少管所 当他们得知罪魁祸首 去省城参加比赛时 还小小地惋惜一下 感叹没让沈姿 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仰起嘴角 没关系 法律惩罚不了沈姿 自由我来惩罚 首富夫妻对我示弱珍宝 除了我是他们 失而复得的女儿外 还原由我会装 装乖巧懂事 装温柔体贴 甚至暗中观察 首富夫妻的作息规律 和生活习惯 努力与他们保持一致 这让夫妻两人大为惊喜 不停在外人面前 夸我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天使 无论是沈家的亲朋好友 还是家里的管家保姆 早已肯定了我大小姐的地位 我像一根藤腕 深深地扎进沈家的土壤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 能把我连根拔起 而且我听说 没了院长做保护伞 沈姿回到过儿院后的地位 一落千丈 曾经被她欺负的人奋起反抗 将她折磨得很惨很惨 这些消息转到沈父沈母耳里 他们不过感叹一句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连一丁点过问的想法都没有 也不可能想到 所谓的恶人 才是他们的亲闺女 正好 让沈姿尝尝我受过的屈辱 时光荏苒 我升到了高中 开学典礼盛大灿烂 结尾有我的一只五落幕 沈父作为校董 发表至此演说 情到深处 她用大篇幅介绍了我 还讲述了沈母边 那只芭蕾舞的故事 以及是怎么凭借这只舞 认出我的 我站在主席台上 微笑面对台下的师生 目光头像操场一角 如果我没记错 沈姿同样考上了这所高中 不同的是 前世她是靠沈父的关系 被硬塞进来的 这一世则是凭借孤儿身份 靠加分政策进来的 无论如何 沈姿一定能听到沈父的演讲 也一定知道 她才是沈家的千金大小姐 果然 沈姿发了风似的 冲上主席台 不管不顾 撕扯我身上的舞伏 我就说你怎么攀上了高枝 原来是你偷了我的人生 哎呀 把我的荣华富贵还给我 我杀了你 杀了你 我被她狠狠推在地上 后脑撞上台柱 鲜血喷涌而出 耳畔缭绕着沈姿歇斯底里的叫声 和沈父焦急的呼唤声 闹吧 闹吧 再闹得大声些 沈姿现在做出的丑态 未来都会以回旋标的形式 扎在她身上 我是被争执声吵醒的 有没有搞错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你们干嘛 对业中那么好 够了 你能不能冷静下来 凭什么要我冷静 你们锦衣玉食的过好日子 这些年的苦权让我一个人吃了 我恨你们 沈姿疯狂在病房里打杂 要不是护士拦着 甚至想动手拔了我的氧气管 她尽情发疯 完全没注意到 沈父沈母皱起的眉头 嗨嗨 我缓缓睁开眼睛 虚弱地叫离声爸妈 毫无疑问 这个字眼立刻戳中了沈姿废管子 谁是你爸妈 你这个没爹没娘的杂种 啪 沈父再也忍不住了 高高扬起手臂 在沈姿脸上留下鲜红的巴掌印 你最好有个人样 否则我们绝不会让一个没叫养的畜生进家门 沈姿脸上显现出怨恨之色 但被这句话所震慑 终究没敢骂出更过分的话 她被护士带出病房 临走前还朝地上吐了两口吐沫 沈母坐在角落呜呜抽气 而沈父神色复杂 静静地盯着我的脸 我撑起身子 董事道 爸妈 沈先生 沈夫人 对不起 我不是你们的孩子 阴差阳错 我占了沈姿小姐的身份 所以她当初打我是应该的 我对不起她 我故意把话题 引到当年沈姿霸凌我的事情上 沈父一听 气不打一处来 我们怎么会生下这种女儿 不仅毫无教养 还从小就霸凌别人 子不教父之过 都是我们的错 这件事不怪你 你好好养伤 我们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乖乖硬了 心安理得地躺回床上 若没有我横插一脚 沈父沈母对沈姿关爱还来不及呢 怎么舍得教训她 但有我诸遇在前 沈父对亲生女儿的恶劣 就有了新的认识 在收养我之际 沈家人就对霸凌我的沈姿没有好感 完全没想到 有朝一日她成了他们的亲闺女 而且沈姿在开学第一天 就闹得鸡犬不宁 让沈家在全学校丢尽了脸 所以上辈子沈姿回到家 被当成小公主宠爱的场面不复存在 相反 沈父对她的要求愈发严格 时不时还会拿我们两个人做比较 沈姿大闹一通 要求把我送回孤儿院 殊不知沈父沈母 在我身上投了好多钱 自然不肯答应 沈姿便发了风式的放纵 她抽烟喝酒 去夜店蹦迪 每次被家里人发现 还会阵阵有词 你们给那个杂种花了那么多钱 我一晚上花个几万块钱怎么了 沈父恨铁不成钢 我们给初一花钱 是把钱用在刀刃上 你看看人家 学习 社交 艺术 什么都没落下 再看看你自己 还有没有人样 沈姿轻吃 轻挑地转动酒杯 不管怎么样 杂种就是杂种 再努力也比不上头好胎 爸爸 你总不会放着亲生女儿不顾 把家产留给外人吧 沈父暴怒 却说不出反驳的话 沈姿得的没错 自从他们知道 我不是亲生的那一刻起 我就被取消了继承家产的资格 归根到底他们才是一家人 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 沈父在生气 也没想过剥夺沈姿的继承权 万般无奈之下 他对我说 孩子 你以后辅佐沈姿 他不懂事 沈家的未来全仰仗你了 虽然他欺负过你 但谁年轻时 还没做过几件错事 这些年 我们对你有多好 你心里也清楚 希望你能原谅沈姿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独作好好过日子 实际则是好好给他们一家人 当牛做马 这句话听起来像请求 仔细揣摩全是威胁 我低下头 语气谦卑 爸爸 您放心 是您和妈妈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一定会好好听话 辅佐沈姿小姐 才怪 我与沈姿的仇怨 不死不休 不搞死他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再说了 这场复仇 也不是我想停就能停下的 沈姿恨我抢了她的身份 早就想置我于死地 星期一 我刚到校 就发现所有人 看向我的眼神都不对劲 鄙夷 银邪 兴奋 不屑 和那群小昏昏看 我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不动声色 坐在椅子上读书 实则竖起耳朵 仔细倾听同学们的议论 看起来清纯高冷 没想到实际是个 给钱就能上的玩意儿 真的假的 她家不是很有钱吗 因为现在收养她的沈家有钱 她当时在孤儿院的时候 可没这种生活条件 听说给钱就能玩 你们听谁说的 这还用听说 你们随便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说话的男生语言不详 周围人纷纷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不紧不慢地读书 声调波澜不惊 大脑飞速运转 想着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我敢打赌 谣言百分之百 是从沈子那里传出来的 她比任何人都想毁了我 殊不知死过一次的人 会被区区刘延飞语击垮吗 与其陷入自证陷阱 不如捅出一个更炸裂的新闻 我来到贫民窟 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孤儿院院长 自从档案上留下灭带儿童的污点后 她被开除解雇 只能靠打铃功庸庸度日 经历过生活毒打 院长眼里再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光芒 一见到我走进房门 一屁股坐在地上 屎尿躺的到处都是 初 初一 你怎么来了 我面带微笑 亲手搀扶起院长 您对我有大恩 我怎么能不来探望你呢 院长抖得更厉害了 他曾经对我有见不得人的心思 不顾我的个人意愿 强行把我捉进屋子里猥亵 若不是我拼命跑出来 怕是早就成了他的玩物 后来沈姿主动投怀送抱 院长才渐渐吸了对我的心思 毕竟他漂亮又放得开 可比我好难捏多了 所以院长很宠爱沈姿 给他最好吃的食物和最漂亮的衣服 有院长撑腰 沈姿才能肆无忌惮地霸凌我 初一 不 沈小姐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把我当成狗屁放了吧 院长哀求 我常叹 不是我不放过你 是沈姿不愿意放过你 沈姿 他 院长一惊 偷偷打量我的表情 我似笑非笑 他立刻低下头 小声说道 应该不会吧 那孩子受过我不少恩惠 不应该翻脸无情啊 我笑了笑 沈家打算为沈姿定亲 对方是顾家的太子爷 手眼通天 涉及黑白两道 爸妈巴不得把沈姿塑造成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 你觉得 他们会容忍一个随时引燃的炸弹吗 院长消息灵通 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 也知道沈姿才是沈家真正的千金 脸色比白纸还苍白 但他依然嘴硬 沈小姐 您别炸我了 我清清白白 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摆明了 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笑着告辞 回到家 便找了几个有手好闲的人 去院长家里闹事 不用伤人 只要摆出黑社会的架子就行 没隔几天 院长哆哆嗦嗦打通我的手机号码 沈小姐 我知错了 我把证据交给你 以你马首是瞻 你可得尽到保护证人的责任呀 院长认为 那些人是沈家派来杀他的杀手 半点不敢耽搁 哭着交出以沈姿为主角的动作电影 我用三倍速检查了一下证据 只能说院长和他真会玩 打了部分马赛克后 我高薪委托一位黑客 匿名将这部视频 发到沈姿亲戚朋友的邮箱里 你怎么那么贱 沈傅砸了电脑 一巴掌扇到沈姿脸上 沈姿捂着脸 不敢置信地盯着电脑里的画面 我不知道 绝对有人陷害我 沈傅气得厚仰 破口大骂 苍蝇不叮雾缝的蛋 要不是你做了丑事 别人上哪陷害你 要不是我即使出手 阻止这些视频传播 你现在早成了身败名裂的档妇了 沈姿自知理亏 乐乐道 爸爸 你千万不能放过院长 当年是他逼我就犯的 沈傅焦头烂额 没好气道 还用你提醒 他死了 跳河身亡 尸体都火化了 线索早断了 沈姿猛地扭头看我 我无辜地低头 露出一副同样震惊的表情 是不是你干的 沈姿伸手掐我的脖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最恨我们俩了 我没有 自从我被爸妈从公安院接出来后 再也没跟院里的人有过联系了 我费劲地开口 沈傅一脚踹翻沈姿 都到什么时候了 还内哄 有这个闲工夫 你还不如想想 怎么才能让你未婚夫不退婚 他说的不错 即使沈傅早早压下这条爆炸性新闻 但架不住我发邮件的范围广 总有一两个落网之余看到视频 顾佳当然不会 娶一个不清白的女人 来退婚的队伍都来了两茶 沈傅实在无可奈何 答应了退婚的要求 但顾佳这根筋大腿 抱不上又实在不甘 沈傅略意思索 目光在沈姿和我之间游疑 初一 你来旅行和顾佳的婚约 我还没做出表示沈姿先跳起来反对 凭什么 她憋了一肚子坏水 肯定不是好东西 再说顾佳不要我 难道会要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种当媳妇 沈傅的眉眼中近视不耐 你除了占个亲生女儿的身份 还有什么优点 你再探探初一 除了身份哪点都比你强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你不许再闹 随着关门声响起 房间陷入寂静 见人 沈姿紧紧赚拳 我不会放过你 我微微一笑 语气比毒蛇还要阴冷缠绵 我等着呢 大小姐 沈姿被我设计了一道 总算懂得夹起尾巴做人了 没她推波助澜 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也慢慢平息 顾佳派人来了一趟 对我很满意 若无意外 这桩婚事很快能定下来 沈父沈母卸下心中重担 长舒一口气 几家欢喜几家愁 沈姿急的嘴角直冒泡 回归沈家这半年 她看似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实则一无所有 况且我即将得到顾佳的助力 再不赶紧行动 她是再也除掉我了 半夜 我下楼喝水 看到沈姿的房间里还透着光 歇斯底里的骂声 从缝隙中传出 她不仅抢走了我爸妈 甚至还要抢我的未婚夫 我忍不下去了 超哥 你不是有一群小弟吗 他们应该很缺女人吧 多找几个人一起来 我要让她后悔来到世上 我悄悄退回卧室 慢慢消化这个消息 重来一次 沈姿依然使出了这种下作的手段 那叫超哥的男人 是他在酒吧花天酒地时认识的黑社会头目 替沈姿办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丑事 前世我无权无视 平白无故死在他和他小弟的手上 也没人帮我伸冤 可这一世的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软柿子了 我的生日快到了 沈父沈母打算为我举办一个生日宴会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胜大 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良心发现 一来为了借我的口碑洗白沈姿的丑闻 二来打算趁机宣布我与顾家太子爷的婚事 算盘珠子都快要绷到我脸上了 沈姿搞不懂这里面的曲曲绕绕 恨不得立刻咬死我 在生日宴会的那天晚上 他终于找到了时机 司机告诉我 他奉沈父之命要去接其他客人 让我一个人走回家里 挂断电话后 我在学校门口磨蹭了一会儿 然后抬腿就走 行到小巷处 一只大手捂住我的口鼻 将我拖进角落 嘿嘿嘿 小美人 一个人走啊 不如让哥哥们陪你玩玩 别跟他废话 赶紧扒光衣服录视频 大小姐等着要呢 我洋装害怕 拼命挣扎 引得小混混们开怀大笑 透露出不少关键信息 时间差不多了 我大叫一声救命 花高薪聘请的保镖从天而降 将小混混打得落花流水 一个个趴在地上执叫娘 我捡起超哥的手机 用他的指纹解锁 点进与沈姿的聊天记录 超哥 你等到他了吗 我以男人的口吻回道 兄弟们正办事呢 沈姿秒回 发了一个娇羞的表情包 又要道 那你赶紧把他的视频发给我 我急用 视频当然有 但主角是谁就不一定了 我把沈姿和工人院院长的视频 打包发过去 设了好几层密码 沈姿 超哥 你干嘛设这么多层密码 我 内容太劲爆了 我怕微信封号 你等会不是要投到大屏幕上 等连上电脑 密码自然而然便解除了 沈姿信以为真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他的一股兴奋劲 我又问 等兄弟们结束后 那小妞怎么处置 沈姿 本来是想让你斩草除根的 但我家那两个老不死的 像宝贝眼睛珠子似的宝贝塔 我怕这是不能闪了 超哥 你干完后 让他自己走回来吧 我要让所有人看他的笑话 我发个OK的手势 聊天到此结束 我迎着超哥惊恐的目光 把手机塞到他嘴里 他当初是怎么对我的 现如今我就让他的小弟 在他身上做了个遍 眼见天色暗淡 我重新背起书包 笑着走回沈家别墅 沈家 我躲在角落 观察沈姿的一举一动 他身着红色礼裙 像枝片仙的蝴蝶 在人群中飞舞 脸上挂着银银笑意 肉眼可见的狂喜 沈姆不停抬头看表 语气韵怒 初一这孩子 跑到哪里去了 电话不接家也不回 到底有没有 把我们的花放在心上 沈姿火上浇油 妈都说了他是个白眼狼 养不熟的 现在翅膀硬了 更不愿意听您的话了 而且我听说 他在外面有相好的 根本不愿意嫁给顾家太子爷 说不定他早跑到外地四奔去了 沈姆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沈姿指住话头 贴心道 都是猜测 您别放心上 沈初一早晚会回来的 我去盯着司仪 等会儿把咱们家的全家福 投到大屏幕上 时针指向七点 随着一阵悠扬的音乐传来 客人们纷纷停下交谈 抬头看向大屏幕 刚开始几幅画面很温馨 是一家人的照片 可随后 一段不堪入耳的声音声 从扬声器播出 客人纷纷晋升 顾家人的脸色尤其难看 沈姆的动作比脑子转得更快 厉声呵斥 沈姿还不赶紧关上电脑 沈姿不小心摔坏了电脑 无辜道 对不起妈妈 关不上 声音声越发高涨 时不时还有男人说出的银子艳语 但凡是个人 都知道声音的主人在做什么勾当 沈姿无嘴偷笑 好耳熟的声音啊 不会是沈初一吧 唉 真是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啊 确实是惊喜 同时也是更大的惊吓 突然有人出声提醒 这 这不是沈姿小姐吗 什么 沈姿猛地抬头 笑容凝固在脸上 投影到大屏幕的内容 根本不是我被混混们飞里 而是她和院长颠龙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的画面 不许看 你们都不许看 沈姿慌了 拼命捶打电脑案件 可电脑早被她砸失灵了 微然不动 无果 她只好站在屏幕前挥动双臂 企图自欺欺人 要不是有人灵机一栋拔了电源 她还在那里做无用功呢 顾家人愤愤离场 并扬言 绝对不会娶沈家的女儿 沈父一口老鞋梗在心头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我湿湿然走出人群 洋装惊讶 爸 妈 发生什么事了 沈姿见我身上干干净净 连头发丝都没乱一根 哪里还想不明白 被我骗了 歇斯底里朝我冲过来 扬言要让我尝命 我闪身躲过 沈姿收不住力 趴在地上行了个大礼 晕得晕 昏得昏 场面鸡飞狗跳 一度变得很混乱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主事人 我低声向客人们致歉 脸上露出落落大方的微笑 这简直是我收到过的 最好的生日礼物 宴会匆匆结束 沈父被紧急送往医院 他突发脑溢血 经过抢救后好歹保全了一条命 睁开眼睛第一件事 便是问 顾家真的要退婚吗 我点点头 顾做沉痛 是 聘离已经被他们带走了 沈父垂胸顿足 悔不当初 隔了好一会儿 他终于想起罪魁祸首 打算清算这几桩恩怨 初一 你把沈姿叫过来 沈姿被关在隔壁病房 疯狂拍打房门要求出院 医生护士不敢给他开门 见到我来才松了一口气 初一小姐 沈姿小姐她 我微笑回应 没事 我来处理 府一进门 一柄水果刀擦尖过 如果说第一次的视频泄漏 勉强算得上意外 但这次绝对是蓄谋已久的计划 沈姿瞬间想明白了其中关节 再也忍不了了 她保持着扔刀的姿势 癫狂至极 是你害我 我杀了你 我捡起刀子 在沈姿不敢置信的眼神中 扎进她的裙摆 虽然没砸到肉 但沈姿被吓尿了 浓重的扫臭味 布满整个房间 前世我是做洪水猛兽的恶魔 现在看来不过如此 我转了转刀尖 笑叶如花 别磨蹭了 爸爸叫你有事 你还是好好想想 该怎么向他解释今天的丑闻吧 沈姿色立那人 耿起脖子 叫嚣道 我才不怕 你别忘了 我才是亲生的 那两个老不死的 只会维护我 是吗 沈姿昂手挺胸 走进沈父病房 猝不及防 被巴掌扇了个正着 面对这个不学无术 还引火上身的亲生闺女 沈父沈母 再也没了以往的耐心 沈姿不敢置信 你们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凭你做的这些丑事 把我们沈家百年轻欲给毁了 当众播放淫秽视频 主角还是自己 沈姿跳进黄河也 喜不清一身骚 沈姿哑口无言 半赏后才善善道 我又不是故意的 大不了你们送我出国 我再也不回来了就是 沈父被气笑了 你还想出国 出国继续丢人现眼吗 我会把你送进精神病院 你就在那里好好待着吧 沈姿不敢置信 爸 你疯了 妈 快听我说句话呀 设想中的舔毒深情并未出现 沈母看像她的眼神一样 带有嫌恶和不屑 沈姿不会知道 由于她的一系列骚操作 顾家不仅取消了婚约 还联合其他家族一起打压沈家 沈家的资金链激进断裂 沈母过不上锦衣玉石的好日子 当然不会再无条件 或者罪魁祸首了 在极致的利益面前 亲情和血缘都不值一提 沈姿真的慌了 爸 妈 我错了 我不要进精神病院 你们放开我 我以后一定好好听话 你们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 晚了 别说现在没人愿意 娶身败名裂的沈姿 就连沈家夫妻 也不会把宝压在她身上 沈姿应该感谢新时代救了她 钥匙放在古代 高低是个被荣誉谋杀的结局 叫喊声渐渐远去 沈父重新躺回床上 紧紧拽住我的手 老泪纵横 初一 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 我和你妈妈会重新 替你找一个更优秀的对象 等你生下孩子 我们一定把她当作 亲生的继承人一样培养 好 谢谢爸爸妈妈 我反手握得更紧 十分真诚 事已至此 沈父依然防备着我 宁愿越过我把继承权 交给一个虚无缥缈的婴儿 也不愿交给我 我只好亲自去拿了 一年后 高考结束 我取得了全省前十的好成绩 沈父为我大摆宴席 恨不得将这个好消息昭告天下 沈母兴致勃勃地拉着我 讨论连衣事宜 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 我轻偏眼角落 爸妈安排就好 我都听你们的 沈父沈母彼此对视 松了一口气 我借口身体不舒服 回房休息 打开手机 精神病院长给我打电话 说是沈子逃出精神病院了 他们正在全力搜寻 门外传来一点小动静 嘻嘻嘻嘻 不知是老鼠还是 人 挂断电话后 我从二楼翻了出去 头也不回地走向车库 正当我在酒店 憨然入睡时 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 是警察 你的继承权泡汤了 而且告诉你 一张精神病鉴定书 可不是免死金牌 精神病人如果在犯罪时 没有精神异常 需要负刑事责任 那一把大火 使别墅复制一具 连带一条人命 够沈子判得死刑了 你胡说 我不信 沈子要站起来打我 被身后两个警察摁回座位 她脸上带着烧伤和黑灰 头发一簇一簇 比鸡窝还乱 昔日大小姐沦落到这种地步 难免让人唏嘘 在别人看不见的视角下 我缓缓勾起唇角 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下 沈子彻底破防 我犯了罪 难道你这人就很干净吗 孤儿院院长 绝对是你杀的 超哥也是 你才是杀人精 警察呢 快把他抓起来 死刑 死刑 沈子生死力竭地喊出真相 但谁会相信一个犯罪分子的诬陷 警察将他押进监狱 等待最终审判 我擦干眼泪 朝警察道谢后 这才信部走出警察局 准备乘车赶往医院 沈父已死 沈母昏迷不醒 我这个当女儿的 怎么也要去静静笑 天边见白 夜幕被晨光撕裂 一轮圆日缓缓上升 属于我的太阳 终于到了 全文完 对吗 是